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原來有高達七成的美國人不願意跟中國打仗 連美國官媒都感到奇怪為何美國總統大選中國議題沒有成為焦點 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似乎挑不起太多針對中國的話題 美國官媒美國之音就以美國大選在職中國議題為何會有成為選舉焦點為題作出專題報導 文章主要是這樣說的 他們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即11月5日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兩位總統候選人在全美多地密集舉行集會為最後的大選投票日衝刺 兩個人受國內的經濟和稅收政策、移民問題、墮胎、能源和氣候 而美國還未支持烏克蘭、以色列等話題發表講話 中國議題雖然時有出現但次數寥寥 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有人認為中國威脅著美國的生存 為何中國話題並未發酵成是今次總統選舉的焦點呢? 新總統入主白宮後,他的對華政策又會怎樣呢? 10月27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紐約的默迪遜廣場花園舉行集會 同一日,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就前往關鍵搖擺州 賓夕凡尼亞州最大的城市費城爭取選票 賀錦麗在演講中並未提到中國 特朗普的演說中就有兩次簡短地講到對華政策 他說如果美中兩國交戰,美國會打敗他們 特朗普還說他只張通過特朗普護衛貿易法案 如果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向美國徵收100%或200%的關稅 美國將會對他們徵收同樣的關稅 特朗普提到中國比較多的一次可能是今年7月 去威斯康辛州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在一次演講中,特朗普說 中國搶走了美國汽車製造業的工作機會 並對台灣有威脅 他還說他在對上一屆政府在任的時候 和簽署的第一階段協定 和根據協定中國購買5筆美元農產品的承諾 被新冠疫情打亂了 以後他曾經向中國警告 如果中國買伊朗石油 將會面臨100%以上的關稅懲罰等等 而賀錦麗在8月份的芝加哥舉辦的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只是提及中國一次 他說我將確保美國 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領域引領世界走向未來 確保美國而不是中國贏得21世紀的競爭 確保美國是加強而不是放棄全球領導地位 而在一切和9月份舉行的兩場總統候選人辯論當中 兩個人除了幾句減典的評論之外 都未過多地講及中國 特朗普在9月10日總統選舉辯論中宣稱 他提議的進口關稅將會懲罰 多年以來一直佔我們便宜的中國和其他國家 何錦麗批評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方法 說習近平主席對新冠病毒的起源 缺乏透明度要負有責任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州前主席羅奇 他早前贊文說 儘管罷工的國家安全戰略 已經將中國的風險提升到幾乎是生存威脅的高度 但辯論主持人的提問就沒有深入探討 中國這個可能是有一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 羅奇就問了 美國選民是不是已經被兩極化的社交媒體 和24小時的新聞回圈壓垮了呢? 不再有興趣討論實質性的政策問題呢? 羅奇對於美國大選就對華政策 缺乏全面而充分辯論感到擔憂 他說他最擔心的是 不感興趣的選民不願意探討中國問題 更不用考慮避免衝突的替代方案了 如果美國總統候選人沒有被推動去討論國家最棘手的問題 將極難找到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而美國民調機構YouGovs 10月25日發布的調查顯示 只有少數美國選民將外交政策列為前三大重要問題 在美國受訪者心目中 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只是排第7 而在大量補支持者當中排第4 其中巴爾衝突 居於選民最可能關心的外交政策問題榜首 而不是美中關係 YouGovs 的民調顯示 美國選民在本次選舉中 首要關心的是經濟、醫療保健、移民、犯罪、環境和能源等話題 國際危機組織高級研究員偉恩說 美國選民通常更關注國內問題 例如經濟狀況和醫療保健成本等 隨著俄裔戰爭交戰國擴大 以及以色列和伊朗和其代理人持續交火 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 投入了大量軍事和外交資源 甚至越捲越深 偉恩說 在外交政策方面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激烈戰爭 以及中東爆發地區戰爭的可能性 自然比美中競爭更加受選民關注 他認為儘管美中競爭 是多方面而且日益激烈的 但是尚未爆發衝突 美國卡特中心中項目主任劉亞偉認為 今年美國大選 中國不是主要議題的第二個原因 是民主共和兩黨 在應對中國方面沒有根本的差異 劉亞偉更加指出 有趣的是 賀錦麗居然在唯一一次辯論裡 指責特朗普對中國心持手軟 而對華強硬從特朗普開始 到拜登政府延續了這個政策 拜登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00%的關稅 以安撫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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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用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反共情绪 攻击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指责他丢失了中国。 这个立场在共和党的选举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去到如今,美国两党都兆奋认同必须对中国取取强硬态度。 乔治华盛页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沙特就说, 这种强硬态度已经持续了6年。 正对话政策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范围已经非常少。 沙特会说,在2020年1月, 特朗普准备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作为参选基础。 美国经济在当时的情况相当不错。 特朗普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 已经准备将它当成为竞选中的重要议题。 然而新冠疫情摧毁了美国经济和特朗普的战略。 他说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这是新冠疫情造成的。 所以特朗普和共和党转移关注病毒的源头中国。 他们既历指责中国, 然后指责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问题。 将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事实, 归咎于拜登指责是过去的失败政策所致。 这就是2022年竞选活动中两大中国主题。 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必须做出反应。 当然,他的反应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这样他就不会因为特朗普的攻击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沙特说2020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 美国两个政党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变得更加强硬。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全面强化, 各位通过了几百项针对中国的法案支持这个政策。 公众舆论和媒体观点对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负面。 看完美国之音的评论可以这样总结。 第一,无论美国是谁做总统, 对华压制的政策都不会改变, 中国亦会全面应战。 第二,美国人反华,但厌战。 其中一个全球事务委员会在10月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过去两年还继续显著下降。 这个民调要求回应者将自己对中国的感受从0到100进行评分, 美国人的平均评分是26分,而在2022年评分还有32分。 不过,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希望美中竞争演变成为战争。 接近70%美国受访者对中美双边关系的首要关切, 是避免军事冲突。 另外,在石油台时快评我会说到, 美国富豪开始担心特朗普胜出他们会遭到报复。 阿马逊老板控制的《华盛顿邮报》 就30多年以来首次不推荐候选人。 欢迎订户去石楼台收听我的评论。 谢谢大家!